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家藏匿术 哎呀 别管这个了 说吧 李家现在这个样子 你有什么打算 试探一下这臭小子的格局 你觉得我有何打算 你又是如何打算的 您老躲起来 自然是要远离是非之地 静观局势发展 毕竟秦政年事已高 天水国怕是不久就会变天 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看清局面 为李家谋的一条长远之路 否则老八那个低等下人 在您老面前 能犯得出风了 嗯 不错 不过有件事 原本我还不敢肯定 但是刚才察觉到您的气息后 我便更加确定 您老已经突破四项 成就五王 你小子可真能装啊 连老子我都看走了眼 真以为你只是个纹固混混 若不是现在这个局面 你小子怕还在装傻充愣吧 那接下来你有何看法 哼 就目前的局势 将来得势的 必定是二王子秦月 何出此言 要知道我们李家 可一直是站大王子一边的 没什么原因 因为有我在 仅此而已 嘿嘿嘿嘿 老头子我闭关了一段时间 这天下就有些不再认识了 秦月嘛 既然如此 那我就带着整个李家 搭上你的贼船吧 时间到了 密室 老爷子的密室 可疑 又是个私人监狱 又是个私人监狱 三界大师级树林水 陈阳兄 还有 哪有 三星武军级强者 陈阳兄 这是我炼制的最后一瓶蓉荣丹 一共三十例 可一共他服用三十天 孙大师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可不能放手啊 哎呀 陈阳兄 我也已经尽力了 大神他 重的乃是极寒兵器 也多亏这五年 你的实力在不断提高 否则大神他早就撑不下去了 陈阳兄 大神兄 就此别过来 慢着 你真的是一名三界数炼师 就这点小毛病 还需要治五年 你说什么 陈阳 不得无礼 孙大师是我从火屋帝国 三界数炼师工会请来的大师 想当初 我纵横火屋帝国 树恋戒的时候 我从未见过有人如此不要脸面 你压着三间被拆也敢吹牛 没有底线 你不如辞职丢掉针本丢掉体面 请不要在本上面前丢人戒也 不要 陈阳兄 你 你就是这么教你后人尊重前辈的 云霄在音律方面也不莫有成就 你敢对我如此不敬 小东西 本书联大师今天就在这 飞了 对 对 威力严想的飞 是孙大师 你快去 把我出去 啊